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无论何种说法 李源潮目前还是中共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从中共十九大上被耻夺政治局委员 就连中央委员也没有被保留 这之后 李源潮似乎就已经退出江湖 在应该由李源潮出席的重大活动与会见中 习近平婉言招待川普总统 李源潮可能只是在新闻中找寻自己过去的身影 二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进京述职 身先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 是报病还是被禁止 不得而知 三是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李源潮还是没有出现 即日视频撰稿人撰写的 李源潮赌气提前下课 还是行将不归 的报道中说 联系到中共正日露面表示平安的说法 李源潮藏匿难以借构 中共十九大离开政治局的所有常委和委员 除了王岐山 刘云山其职务是党的职务 早已被赵乐际 王沪宁接任 两人淡出了政坛 其他要经中共人大任免的官员 都还在所谓的站好最后一班港 也就是明年三月以前还要履职 多方报道指 令计划与李源潮都住在北京海淀区万寿路 是门对门的近邻 令计划2014年落马后 就传出李源潮与令计划相互勾结的消息 而令计划十分赏识李源潮 并将李源潮跌入其新四人帮的蓬党之中 还有 李源潮儿子李金海 接受李永豪宅的馈赠 以及其曾在江苏任职期间有利益输送 还涉嫌很多议员贿赂案件被调查等等负面传闻 更加之孙政才落马并无先兆 所以 李源潮梦断京城 大有可能 在众多的新闻报道中 港媒东方日报近日的报道最具看点 报道称 上诉情况无非有两种可能 一是李源潮被调查 类似的传闻已有多时 早在两年前 李源潮的司机 秘书以及小舅子等亲戚已被调查 其心腹亲信王敏 求和杨卫泽也一一落网 中纪委甚至还抽到专门人员成立了专案组 就连李源潮国家副主席的职位都寻找了替换人选 大可能高层觉得对现任国家副主席进行调查动静太大 因此再缓了行动 但如今十九大结束 一切都已榜上钉钉 也就无所顾忌了 报道还特别指出 传闻于李源潮有瓜葛的上海一家财团 目前正受到银监会等金融监管系统的监督 要求对该财团海外投资的情况进行扬查 逼迫其抛售海外资产 将资金带回国内 如果消息属实 或许坐实了李源潮被查的传闻 不过 报道还是没有排除李源潮 在闹情绪病的可能 表示李源潮不堪羞辱 拒绝为当局卖命 报道最后还披露一个细节说 李源潮在政治局民主生活 会上不时遭到批斗 据说会同僚批评 以至于当场广业师生 在添加了几分嘲讽之后 报道认为 这个曾万众瞩目的政治明星 长进人生的冷暖和事态的炎凉 观作到如此份上 可谓痛不欲生